果然如他所愿石桌瞬间倒塌粉碎 本想是探崇八的陈友亮 没能借用笔万利分出胜负 不甘心的他又提一笔射箭 规则是每人三箭 三箭都射中红心为胜 先是汤和笔试 第三箭才射中红心 而陈友亮一次性射三箭 都正中红心 众人数大拇指点赞 为了给汤和争面子 崇八也准备放手一搏 我不但能射中红心 而且我还能够射穿箭靶 射穿箭靶 我还能够把箭射到无力以外去呢 看热闹的和尚鄙试得笑个不停 令人吃惊的是崇八针的 正中红心且射穿箭靶 这箭跟长了翅膀似的 射中无力外豹子惊得屁股上 真是躺着也中枪呀 豹子哀嚎了一声腾晕过去 看着射穿的箭靶 陈友亮心生极恨 朱崇八如果你真的比我强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为了验证崇八的箭 是否设在无力外 都一起去找 这边秀英一个人在河边洗衣服 韩丽尔看她辛苦 就用自身法力帮她洗 看到秀英手上的伤 知道是她审神打的 邀请秀英随自己回白莲教 秀英不肯 因为她要在这里等崇八回来 怕秀英再被审神欺负 韩丽尔临走前送给秀英一个锦囊 里面装有一道符咒 当陷入危机时打开锦囊 即可帮她渡过难关 秀英只好收下锦囊 崇八在找箭的途中 碰到刘基 礼貌性地打了招呼就离开 殷崇八小时后 大师用佛光掩盖她的金龙气息 所以误导刘基以为她不是真命天子 而追来的陈友亮有青龙护体 刘基错把她当成真命天子 哎 神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刘基追上崇八 好奇为什么待发修行 崇八很热心地回答 刘基发现她淳朴中透露智慧 而且面相极好 以后必成大器 真可惜啊 她不是真命天子 刘基苦寻的真命天子 就这样错过 秀英一个人在草地木额 看到前面正在吃草的牛 想起和崇八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不由地泪眼婆娑 化成人形的白猿看秀英美貌 好色地想欺负秀英 伏魔剑出现 白猿变回原形 秀英大叫一声晕倒 纹身赶来的崇八 看到倒在地上的秀英 把她抱回家 秀英醒来 看到日思夜响的崇八 久别的两人 激动地抱在一起 你们俩真是的 这还有老人在旁边呢 注意点行不行呀 秀英讲述了自己这几天的遭遇 最后被大牛家退婚 崇八知道后高兴地叫好 秀英永远都是自己的皇后 崇八要送秀英回家 因为婶婶再三交代 不让秀英跟崇八在一起 秀英怕被婶婶看到挨打 所以决定自己回去 依依不舍的小情侣 情不自禁地拥抱 这一幕正好被托雅看到 看着恩爱的两人 托雅的醋缸也被打翻 决定想办法把崇八抢回来 另一边陈友谅和汤河 终于找到山洞 他们在花豹身上发现崇八射的剑 陈友谅更加坚信崇八不是凡夫俗子 决定有机会解决他 已决后患 他会怎么做呢 关注我 下集咱们接着说